《瓦斯卡认证》 《瓦斯卡认证》 《瓦斯卡认证》是美国六个regional accreditation之一 《瓦斯卡认证》是美国最高水平的认证 只有regional accreditation system可以认证博士学位 《瓦斯卡》这次认证以后给了ITU很高的评价 那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说ITU的办学模式 ITU的办学模式是很unique的 那unique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ITU没有ten year system 不像一般的大学 它没有ten year system 然后ITU的faculty是 majority是industry experts 这是第一个 对 然后我们 intended not build up a tenure system the purpose is to keep tight connection with the industry and follow the industry technology trained closely 100% particularly for my department computer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我们的faculty 100%都有 Silicon Valley industry的 experience 至少十年以上 比如哪些人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AI research lab的advisor Dr. Eric Chen 他是Google的very senior的designer 那么现在是这个Uber technical的leader 那他的knowledge就是实际上是在advanced level 那他来lead我们的research 就keep ITU的research can be the cutting edge 其实这些人呢 实际上还是ITU的这个education model attracted 然后他们这个ITU是very support research 尽管ITU是一个很小的学校 尽管ITU是一个不是那么 没有那么多钱的学校 但是ITU very support research 所以他们在ITU可以define cati energy research 但我们的学生 被选在research lab的学生 都非常棒 这个也就保证 我们这个defined research 可以forward to the target 比方说我们这个AI research lab 我们是有跟北京大学 有一个joint research lab 所以我们这个学生都是挑选的北大的学生 那他们在这边就做得很好 所以因为有非常好的advanced 很好的research topic 和很好的这个research body 就是学生 那他们学生出来也很受益 他们都找到很好的工作 包括Google,Apple,Intel,Amazon,Facebook,Makedin 都找得很好 您的学校现在主要招收的都是硕士和博士 为什么没有bachelor呢 为什么是集中在硕士博士 第一ITU是一个很小的学校 如果我们从under开始 我们需要build up很多的facility 比方说一年级的学生 你需要有DOM给他 那这些作为一个startup的学校 很难做到 而且ITU是一个non-profit的学校 那我们必须要找一个short cut 然后能够feed to the market need 这样我们从研究生开始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choice 然后我们现在遵循的方式 实际上是宁切无蓝 就是我们set up一个standard 那能够follow这个standard 来走 能够有一个long-term run 就是long-term run 我们可以successful 那ITU现在选择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的标准呢 实际上是based on 就是说进到ITU的学生 他能够survive 那比方说英文 English 对于国际学生 这个我们就define了一个标准 其实我们的标准也不是那么高 如果你define的标准很高 其他你可能挡住了很好的学生在外面 然后有教务类嘛 那你挡住很好的学生 没有给他们机会 可是你完全没有这种门槛的话 进来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想来学习 你也很难保证 所以我们是define的一个比较合理的门槛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我们这个define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的学生就业率超过90% 您刚才说您的学生的就业率超过90% 他们基本上在哪些行业 哪些公司呢 是在硅谷呢 还是在其他地方 majority在硅谷 然后因为ITU是technology university嘛 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在high tech的field 那为什么能够保证这样比较高的就业率呢 实际上是 这个也是ITU一个办形模式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像大学校可能 它不会每年都review它的catalog 可是我们是每年都review的 我们每年review就based on the market need 因为我们的faculty majority都还在industry 70%都还是industry的technical leader 那我们会听他们的feedback 然后我们还会请这个beyond的faculty 也是industry的这些expertise 来参加我们extended faculty meeting 就是帮我们review我们的degree program 和我们的catalog degree program就是说 我们要求学生必修什么课 选修什么课 才能毕业 这是我们degree program 那我们都是请这些专家帮我们review 也请其他大学的那个faculty 来帮比方说我们上一次的review 就请了UC Davis和Santa Clara的professor 来帮我们review我们的catalog 所有的教育现在等于在培养未来的人才 但现在呢这个行业的变换 市场的变换是非常快的 科技的变换也非常快 你们对于培养未来的人才 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我们实际上现在培养的人 就是向前要看五年十年 其实我们这种向前看的 这种market research 不单反映在我们的research project上面 cutting edge 也反映在我们这个培养学生的 这个program define上面 比方说什么是必修的课 那像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么hot 已经渗入到所有的field 那最早silicon valley起来的时候 是based on chip design silicon technology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那么现在呢 是要非常火的一个trend 就是AI chips 或者是chips designed for supporting AI 那这个实际上要求什么呢 要求designer不但要懂chip design 传统的 不光是传统的 就是说不单你要懂硬件 你要懂chip design 你还要懂AI 你还要懂软件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培养 就是实际上是往前看了 若干年 那我们就现在已经 我们新的program已经emphasize 就说我们的毕业生 要软件硬件 都有很好的skills 这样出来以后 实际上他们的capability 就比较 就更有竞争性 您自己在做这个ITU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让你觉得 最开心的 最rewarding的是什么 就是看到新一代的成长 而且看到他们的成功 什么是创新 我们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教学模式 就是创新啊 这种教育模式 也是一种创新的教育模式 比方 beyond的 我们没有走这个传统学校 tiny year system的老路 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新的 就是我们的faculty 实际上是co-faculty和agent faculty 是这种一个组成的结构 那这样我们可以吸引industry的精英 在他们的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下 再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教育下一代 尽管他们很忙 这种心他们都有 这是他们为什么会来我们 就有很多的诟病 那这些诟病你没有办法去身边 你只能去做你的 把你应该做的做到最好 然后这些这个negative的 voice就会naturally reduce internship是什么样的一个internship internship呢就是 我们鼓励学生到企业去实习 那么对这些学生呢 我们也不是说 ok你到企业实习我们就不管了 那我们承认他到企业实习作为学分 可是作为学分 你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你凭什么要承认这是学分呢 他学的怎么样你不知道 对 所以我们就跟企业呢 就是学生去实习的那个企业 就跟学校建立一个关系 他在企业实习呢 他的manager就是他的supervisor 然后ITO再assign一个faculty 然后跟他的那个managerwork together make sure这个学生 在这个企业实习之后 他是有进步有成长的 他也为企业做了贡献了 他不是说去耽误时间而已 他的learning deserve一个学分 所以这个呢 今年WASCA认证的时候还肯定了这一点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这个model呢 如果你要copy走了 又不认真的执行 就是abuse这个model 就会引起很多诟病 就是你的学生是为了拿visa 就是visa standard 就whatever 就很多很多的诟病都来了 说你的学生不是来学习的 只是为了拿 keep他的visa 这样的学生 可是即便你是这个purpose过来的 我们也要guarantee 你没有浪费你这时间 你是学到东西的 那这是我们的education的purpose 就有很多的诟病 那这些诟病你没有办法去身边 你只能去做你的 把你应该做的做到最好 然后这些negative的voice就会naturally reduce